今天种的这颗金档子有很多杂草 应该是种了很多年的桩 换盆的时候杂草一定要清理干净 杂草的根系生长过多 会让土壤变得越来越紧 盆颈根部不能很好的呼吸 生长会受到影响 拔草还拔出一颗小苗 种在花台里让它自由的生长 去掉老根再上盆 找了几个小石头填充了一下根部 盆颈第一次造型先做枝条的取舍 过高的枝条剪掉 弯内的枝条也剪掉 摘掉部分叶子开始造型 这个粗度的枝条造型要方便一些 要有2.5毫米的铝线就能固定住 常规造型只要定好飘枝和顶枝的方向 让每一个方向都有枝条分布 整体造型就出来了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很多花芽 不知道换盆以后会不会影响开花结果 再次感谢根椅盆景一品花卉送来的素材 我是李向璐 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的天气不错 给一颗荀子换盆 荀子在初春换盆比较好 上盆后一般不会影响开花结果 子波苗的根系要比千叉苗的根系好一些 为了体现根系的优势 尽量把根提高 附上一块石头 整个根基就会更加稳重 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基本都待在家里 对于种花种草的朋友来讲 应该不会太无聊 正好遇到开春可以开始大量换盆 换好盆 把杂乱的枝条剪掉 减少水分的挥发 用透明胶带把根和石头裹紧 给提高的根保湿的同时 也可以更好地让根定型 这个大小的盆景 浮盆以后两三个月就可以通过造型 做出基本可以观赏的样子 养一年时间修剪三次左右 就能达到很不错的观赏性了 当然时间养得越久 越有韵味 好了请你帮我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性能量